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最近这个科技圈的消息啊,有点爆炸的让人应接不暇了 各种大公司啊,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密集的,这么高频的产品发布 昨天呢,微软是发布了Office 365 Copilot 在里面提供了大量的AI的功能 然后谷歌呢,也发布了这个Google Workspace AI 也是跟365 Copilot的一样 用大量AI的功能来整合了Google的产品系列 然后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呢,都非常的让人惊艳 虽然这些产品呢,目前还都在内侧的阶段 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但是我感觉这种通用AI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了 前两期做了一个视频,就是说 马上这种AIJC会取代的程序啊 今天早上看到这些这个Always系列的产品 包括像这个Google的这种办公系列的AI产品 我感觉这个打工人整个就要很快被散掉了 实在是这个发展太快了 而且在这个方面国内的公司 我感觉很难追得上 你包括现在什么丁丁啊,飞输这些东西 在这方面能力,我觉得都太弱太弱了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其实我是比较担忧 国内在,就是国内这个技术行业 或者这个科技行业 在这个领域上怎么去追赶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种大招啊,都不是说 一下两下能憋出来 现在我觉得国内在这方面已经被甩的 连屁股都看不见了 连这个汽车帽的尾气 别人这个汽车帽的尾气都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无奈 我觉得也很无奈 本身积累就不是很够 对吧,本身你底子就薄 现在呢就是被甩的更远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但是不管如何吧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两个产品的一些宣传的介绍的视频 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详细的呢,我们后面会再出一些 更细节的视频来介绍 这些产品的各个功能 而是一些这个新的特性 今天呢,因为这个家里有点事 所以我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大家就先看看视频 先有一个直观的体验 感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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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